哈喽大家好 我们这一课来讲一个父母的火焰效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字 然后变成火焰燃烧 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这个该怎么制作呢 首先我们这里新建一个合成 我们这个新建的合成命名为总合成 好 总合成我们这里再制作文字 这里再新建一个文字层 好 然后把这个稍微修改一下 那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大小吧 差不多这样一个大小 好 然后先来创建文字 这里可以输入一些其他的文字都可以啊 你想输入什么都可以 我们这里输入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文字 然后我们稍微把这个文字收入调节一下 这里拉宽一点 拉宽一点 好 文字也可以稍微调大一点 好 我们先把锚点去中 把这个打开 然后把它放到中间来 好 大概是这样一种效果 这样一个效果 好 然后现在文字已经制作完成了 我们来制作一下阿尔法 我们先把文字脱下来 好 这里我们新建一个纯色层 命名为Foom 好 然后这里我们找到Foom 那我们把这里挤出的这个调整一下 大概宽度有1500 我们把这个XYZ独立啊 改一下 尺寸呢 大概是500 差不多500 好 然后把粒子数也稍微调整一下 XZ轴是1500 YZ这个逆的是500 然后Z轴我们只需要一个就够了啊 一层就够了 好 大家就最后出来是这样一种效果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制作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就去需要制作这样一个图层贴图 首先制作的是阿尔法贴图 好 我们这里来制作一下阿尔法层 阿尔法层该怎么制作呢 我们这里首先已经导入这个文字层了 那么我们这里把文字层预合成一下 Country加Shift加C 我们把它预合成一下 然后这个给它命名为阿尔法 好 这是我们保留啊 保留属性 然后把阿尔法图层打开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对文字图层进行一些调整 这里新建一个调整图层 调整图层 我们给它一点模糊 快速模糊 好 添加上去 然后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大概到两秒左右 两秒左右这里 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这个模糊的开关 然后到四秒左右的时候让它整个模糊掉到20 好 大概是这样一种效果 这样一种效果 然后这里给它再新建一个分形杂色 纯色 然后这里命名为分形 好 这里搜索一下 分形杂色 好 添加到我们这个分形图层 我们这里把它的对比度调高 好 然后把它的变换 这个缩小一点点 缩小一点 好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利用这个分形杂色 来对我们这个来进行调整 给它打上一点关键针 在两秒之前的时候 让它是亮度啊 让它全部变成白色 好 然后再到四秒左右的时候 让它整个变成黑色 好 直接拖动 OK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我们可以来制作一下 把这个分形可以关掉了 我们把它预合成一下 预合成一下 移动到新的合成 好 现在可以把分形关掉 然后把它录动到文字的上方 文字的下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试一下啊 把那个调整图层再来调整一下 这里我们添加一下置换图 好 添加上去 好 现在对我们这个文字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先把这个调成名 然后再两秒多一点这个地方 给我们这个打上关键针 然后就是打开U键 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两个关键针 然后再快四秒的这个位置 把我们这个水平置换这个拉大 好 然后把我们这个调整一下 调成我们的分形 调成分形 好 纵向的这个先小一点 不要太大了 纵向的今天往上调 让它往上有一点点位移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再来添加一个效果 我们这里添加一个湍牛之换 好 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先改成0 把这个数量和大小先改成0 好 然后在我们最后的这个时候 把那个数量和这个拉大 拉大 好 然后我们把U键啊 打开我们后面的这两个关键针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 大概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对我们这个稍微调整一下 把我们这个文字这个地方 这里打上一个遮罩 这里选择一下亮度遮罩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应该打开 好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眼睛换呀 换一下打开下面的这个小眼睛啊 这个时候就看到我们这个文字啊 有这样一种效果 这样一种腐蚀 然后有一种拉扯消失的这样一种效果 这就是我们的alpha 已经制作完成了 我们现在切换到总合成里面 对我们的foam这个前面打开 然后把foam下面的这个贴图 打开alpha 这里选择我们的alpha 然后这里选择 从alpha啊 从a到a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xy 那可以看到已经会有一定的效果了 已经会有一定的效果了 那这我们把那个颜色稍微改一下 稍微偏深红一点点 深红一点点 我们再调整一下其他的参数 打开我们的分形 分形强度 这里我们调整一下 这里选择外轴 外轴 然后给我们这个一个负的 负的移动 然后这里f比例 我们改成20 然后差不多 我们再 把下面这个再调整一下 找到我们的位移 这里调成100 好 它就有这样一个效果了 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贴图 我们这里需要再给它添加一个贴图 在我们这个下面 还有一个分形强度 我们这里来制作一下分形强度 首先把我们这个文字 再拖一个下来 是这个文字 好 拖动下来 然后对我们这个文字 又合成一下 这个是分形强度 好选择第一个 那我们点进去 然后对它进行一点调整 首先这里Country加Y 我们新建一个黑色的背景 点击确定 因为它现在文字 这个是半透明的 这个透明的 这个黑色区应该是透明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新建一个调整图层 好 这里面添加一个反转 好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模糊 稍微拉大一点 稍微拉大一点 好 然后这个时候给它一个色尖 尽量拖动一下 让它这个对比更强烈一点 大概这个样子 它有一个模糊的这样一个文字 在我们这个中间 有一个比较模糊的文字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再打一个遮罩 这里添加一下 给它一个蒙板 让它露出来这个上面部分就够了 切换回我们这个V键 往上移动一下 然后我们给它加一点语化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回到我们总合成 在foam里面 这两个可以关掉了 我们在foam里面添加分行强度 这里改成分行强度 然后这里是xy OK 然后你可以发现啊 大家这个效果已经有一点点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里把蚊子 这个地方稍微改一下 因为它这个地方没有叠加这个颜色 所以我们把这个混合模式改成添加 然后这个时候火焰的颜色就比较清晰了 这个时候比较清晰了 我们移动一下 看一下这样的效果 就已经有这个火焰燃烧的感觉了 然后你可以给这个火焰稍微加一点点蘑菇 就慢慢地燃烧 然后消失掉 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 我们这里再看一下 再调整一下我们的alpha 那这个时候已经是在这里就消失了 你要是在4秒这个颜色就消失了 好让我们给这个稍微加一点点关键针 那这样结果没有什么问题了 可以打开我们这个透明开关可以看到啊 它还是有一点点这个东西的 可能有这样一个黑色的东西 这样一个黑色的 那么这我们可以让这个黑色慢慢消失掉 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啊 然后我们可以也对这些关键针啊 稍微做一点调整 这个地方也是让它变得再剧烈一点点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们回到总和程 可以看到它这个动画 这一段动画已经是制作完成了 再看一下 但是这样燃烧消失的这样一种效果 或者我们这边直接把这两个换一下位置 调整纹字就可以了 把这个关掉 然后这里调成亮度制造 这样效果就比较好一点 这样效果就比较好一点 然后再回到我们总和程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效果 到这个大概4秒钟左右就已经开始消失了 这个时间稍微短了一点 我们把它拉长一点点啊 拉长一点点 在分析里面 我们把这个分析U键 这一段拉长一点 它刚好在5秒钟 这个时候再消失掉 反正消失的这个过程有点太短了 这种消失的效果就已经完全出来了 可以稍微给它加上一个模糊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快速方框模糊 然后加上一个5点模糊纸 太高了 3点 3点应该就够了 2点 2点应该好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它外面这个火炎就没有那么锋利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里面这个细节啊 这个黑色色块有点太多的话 你可以进去把这个调大一点 我们这个分形 在变化里面 把稍微拉大一点 这样它也不会太过于突兀 我们来看一下 再切换过来 大概是这样一种效果 看这个火焰的缺口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小了 看起来会稍微自然一点 OK 大家这个已经调整完整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文字拖动下来 我们的文字层拖下来 这个时候把它作为我们这个手页 手面的这个东西 我们这里给它添加一点 给它一点点剔度渐变 然后这里给它拖动一下 大概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稍微调一下 让它有那么一点亮度 可以让它对比稍微高一点 这个都是可以的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斜面阿尔法 稍微可以加高一点 可以加高一点点 这样的话它的立体性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这个渐变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它 还是这样一种效果 然后我们在这里给它稍微调整一下 让它和这个火焰出来的那个感觉 让它稍微这两个重合一点 我们这里给它添加一个透明度 透明度的关键帧 我们就在上面这个地方 但是在从这里开始有点变化的 两秒钟左右开始有变化 所以我们在两秒钟这里打上关键帧 然后把这个调成0 一开始只有文字 然后到差不多两秒半的时候 然后这个变成百分之百 然后文字变成0 好 这样它就有一个这样的变化效果 那就已经非常融合了 然后觉得时间太长的话 我们可以这个稍微螺动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给文字 添加一点点效果 就新建一个调整涂层 调整涂层 添加一个 快速发光 好 那么这个光线啊 我们就可以在它刚好渐变的时候 从这里开始制作这样一个光线 首先这两个都打上关键帧 都打上关键帧 然后这个地方先调成0 我们把这个光线的开始的位置调在左边 然后这里打开U键 我们可以调到中间的位置 好 中间位置 然后让它变到最大 大概是50左右 50左右 然后这个时候把我们的这个中间值 拉到最右边 这个时候再让它消失掉 消失掉 有时候变成0 然后这个可以挪过来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效果 大概是这样一种效果 那瞬间它就炫酷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再增加一点背景 增加一些背景 把我们的之前准备好的背景直接拖进来 到项目里面 大家也可以自己找一种墙壁的背景啊 都是可以搭配的 然后现在把背景拖到下面来 先对我们这个合成一下 预合成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调整图层也会影响到背景 好 这个是画面 我直接取名文字效果 文字效果 然后这样它的调整图层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背景了 然后这里让背景跟我们这个充合一下 Counter加Art加F 好 这样就非常完美了 然后这里可以给我们的文字啊 做一个这样的效果 比如说 给它一个缩放值 给它一个缩放值 让它开始变大 然后再出现火焰的地方 这个地方 然后让它恢复成原样 当然是可以在这个地方让它放到最大 可以给它一个运动模糊 有点太大了 稍微挑小一点 然后这里挪近一点 让它中间一秒钟 一秒钟动画完成 我们看一下 然后开始的有点慢 所以我们这里调整一下它的速度 调整一下它的这个速度值 把它拖下来 让它一开始非常快的直接 这样一个快速缩放 快速缩放 然后最后速度会变慢 让它一开始非常快 好 大概这个样子 好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这个效果 它这个有一个回缩的 我们把这个再调整一下 好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好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好 这个时间有点太长了 我们可以再把它的第一个点往前移动 往这个后面稍微移动一下 让它速度更快一点 当然这么快的话应该会更好 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效果 这样一种效果 好 在结束的位置我们给它一个N键 然后把开始的位置 这里给它一个B键 好 让我们工作区域刚好在这一块 然后修剪一下工作区域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完整动画了 好 以上就